小燕 小燕 你怎麼了 怎麼這麼憔悴啊 你怎麼了 你臉色也不太好啊 我值夜班呢 藥 給我開點能睡覺的藥 我去藥店他們也不給我開 你給我開點藥吧 鄭姐 怎麼回事啊 我這天一黑啊 我就兩個眼睛正亮 等天亮了吧我就想睡覺了 可是這弄得亂七八糟的 我現在整個眼眶都是疼的 你趕緊救救我吧 給我開點藥吧 你去找梁國輝了嗎 找梁國輝 我找他幹嘛呀 他是精神病院的 我只是現在睡不著覺啊 鄭姐你趕緊給我開點藥吧 好像什麼安定什麼的 都能讓我睡著是不是 你想什麼呢 就開點睡覺的藥 就這麼難啊 我給你開 走走走走走啊 走走走走啊 走走走啊 喂 鄭姐找我什麼事啊 鄭姐你老婆來找過我 她最近怎麼了 好 狀態特別差 她還說她老睡不著覺啊 我給她開了點安定 但是啊 你得盯著她吃 我挺擔心她的 我知道了 謝謝啊 鄭姐 我說你跟國輝是怎麼回事啊 真分局玩真的 差不多就得了 今晚上回家住了 好 行了 我們的事你就甭操心了 鄭姐給你開的安定的樣 那可不能放到你那 得放到我這 她不能隨便吃 每天晚上給你吃半粒 這不是安定的 這是避雲藥啊 避雲藥啊 這是避雲藥沒錯吧 我說我整天忙活著 你就是懷不上的 趕緊天天背著我吃避雲藥 給我解釋啊 咱不說好了嗎 順其自然 你這是順其自然嗎 我整天忙活著重點 你整天忙活著吃避雲藥 你這不是玩我嗎 說話啊 你怎麼不說話啊 你不說我說 小燕啊 你讓你老公含透了心了 你讓我覺得我自己含蠢 那就是你蠢蛋 我是寵著你 可我是男人 對男人你什麼都可以做 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愈弄 你覺得 你這麼愈弄你老公 有意思嗎 啊 我沒求你別的呀 我就求你給我生個孩子 你是我老婆 那生孩子不是你天天地地的事嗎 說呀 你覺得你這麼愈弄 你老公有意思嗎 好玩嗎 你真以為沒人跟我生孩子嗎 我要想找隨時都能找得到 我就求你這麼一件事 你是堅決不做 好 我可以找人替你做 我告訴你 你老公從你的時候 你是天 你老公不從你的時候 你什麼都不是 你什麼只要找到 在這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都睡不到一张床上了 现在终于明白了 什么叫不惑之年 就是男人到了这一年的时候 就什么也弄不明白了 永远长不大都好 两小无猜多好啊 没有关系的白老师 我们再来 再来再来白老师 不 若林 你们练吧 我不耽误你们 你们练吧 没有关系 你再来白老师 真的不用了 你们练吧 老师 若林 好好练 来吧 这机器早就卖回去了 医院都试用两个多月了 钱为什么还收不回来 再收不回来你说怎么办 李总 李总 你放心 如果钱收不回来呢 我会自动消失 进来 李总 有什么事 我想跟您谈谈 大事小事 我想是件大事吧 你先去吧 把门关上 说吧 什么事 我说话要是得罪了您 您可别怪我呀 我觉得您对白老师 太不关心了 你说我太不关心 你的白老师 是吧 没错 这就是你说的大事啊 难道这还不够大吗 是白老师让你来的吧 不是 你来他知道吧 不知道 那就是说是你异乡情愿了 是啊 你能告诉我你图什么 什么图什么 现在社会了 人做事都有所图啊 你能告诉我你图什么 您就没碰到过 什么都不图的人吗 有 少 提手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在排练的时候 发现白老师出了问题 所以就来告诉您一声 就这么简单 说白了 我一不图名 二不图利 什么都不图 您说是吧 白老师的事情我知道 不用你操心了 不过你能这么大老眼地来 来告诉我一声 我应该说声谢谢 你说是吧 我也不图您跟我说声谢谢 白老师真的病得很重 我希望您认真地关心他一下 你不用再跟我说了 你们白老师的事情 我比你清楚 你可以走了 请 我回家了 收拾东西 你理得不理 问都不问 你就到这儿来了 你什么意思 你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住宾馆 家里好好的 为什么要住宾馆 家里好好的呀 你觉得家里好好的呀 你有好好的跟我过日子的意思吗 你不就是想让我给你生孩子吗 我生 我想生孩子 你想嘛 我是男人 我要跟我自己的老婆生孩子 还得求着我老婆 我觉得我李长江活得忒没劲了 忒惨了 行 行 你在这儿陪着摩天楼吧 你看 李长江日思夜盼 想要一个孩子 可白小燕 却在偷偷吃避孕药 白小燕 不是不想要孩子 但对她更大的诱惑 是舞台和掌声 她认为 那是精神追求 白小燕觉得 夫妻俩 如果连精神上的水乳交融都做不到 怎么可能要孩子 李长江实在弄不明白 孩子和精神有什么关系 她感到自己被愚弄了 她走了 住进了宾馆 开始跟白小燕分居 宇总喝水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有一个蚂蚁呢 跟大乡说了一句话 大乡晕倒了 你叫他说的什么吗 我怀孕了 嗯 这个呢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哎 那大乡又跟蚂蚁说了一句话 蚂蚁又晕倒了 你知道说什么吗 你还能再怀疑一个吗 蚂蚁呢 挖了一个坑 把自己埋在沙漠里 落了一只脚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蚂蚁说 哼 这大乡太不靠谱了 我扮死他 嘿嘿嘿嘿 谢谢 你去忙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对了 我给大家猜一个致力问答吧 你说 有两只猫在游泳 一开始呢 白猫在前面 后来呢 黑猫又在前面 你们猜 白猫上岸以后说了一句什么话 又什么话 你们知道吧 你就说结果 那我就把答案告诉你们了 白猫上岸以后说了一句 喵 我这长相 他可真有魔 接着跟全一场玩 好 我说长相 时间可真不早 明儿吧 有个重要的会 再来会吧 不不不不 我必定走了 坐坐坐 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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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敬意啊 不成敬意 真有敬意啊 太可惜了 不好意思啊 哈哈哈 我们跳起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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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跳起舞吧